大家好,新华社南昌电10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秦平在江西考察。 13日,秦平在江西省委书记尹鸿省长叶建春陪同下,先后来到九江景德镇上饶等地。 12日,秦平来到九江市考察调研。 11日上午,秦平到景德镇市考察调研。 随后,秦平来到昌和飞机工业集团,考察了直升机、飞机、总装车间和试飞站。 11日下午,秦平来到了上饶市物源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 13日上午,秦平听取了江西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江西各项工作取得成绩,给予肯定。 这次习平到江西考察,与习平同行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数量是前所未有。 现在实际上,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干杰,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正龙,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善杰,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江西省委书记尹红,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全部出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问中国,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告诉记者,俄中两国正在研究在计划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达成经济领域协议的可能性。 他说,我们正在对此类协议展开工作。 佩斯科夫也表示,俄总统普京访华日期已经确定。 普京在吉尔基斯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合作中没有任何矛盾,相反有协作。 说我们没有任何矛盾,相反甚至有些协作。 另外,普京表示,访问中国的主要议题是习近平的一带路倡议下进行合作。 普京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早就讨论过访问中国的事,已经宣布了,主要议题是在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的一带路倡议下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大型会议。 俄罗斯当然有意发展我们的大欧亚伙伴国,欧亚联盟的倡议。 我们把所有与我们中国朋友的这些结合在一起,来实现共同的发动标。 在中国进行会谈时,将讨论能源的新路线,推动本国货币结算,本国货币结算正在快速增长,双边关系在发展,今年的两国肯定能够达到2000亿美元的贸易额。 这是我是这么希望的,两国主要合作方向包括金融关系,进一步刺激本币结算。 这个规模增长是非常快的,高新技术领域有很好的前景,在能源领域我们会讨论新路线,总之有很多议题,希望时间能够够用。 第三届一带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在北京举行。 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部新闻处证实,中亚国家伊朗、土耳其交通部准备建设从中国到欧洲国家的新国际走廊。 那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的倡议下的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交通和铁路文的代表举行了视频会议。 会议讨讨论了与签署建设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国际运输走廊协议有关的重要问题。 新闻处补充说,各方一致认为,发展新的国际运输走廊符合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并将为发展过境运输和国家间贸易关系提供。 今天,俄罗斯的海军在海参板也证实,俄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大型反潜舰编队正在中国南海海域进行联合机动,同时举行舰载防空训练,搜索假想敌潜艇的联合演习。 俄太平洋舰队通报,太平洋舰队的编队官兵10月12号穿越了菲律宾海,进入南中国海域。 俄太平洋舰队通报指出,太平洋舰队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潘杰利耶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编队正在中国南海北部进行联合机动,搜索假想敌潜艇以及与太平洋舰队海军航空兵卡27直升机协同演练。 通报称,长途海上航行的目的是在该地区展示俄海军的旗帜,发展和加强与外国友好关系,以提高俄罗斯海军的知名度。 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出口和进口在9月份较8月份有较快的增加,尽管受到西方的阻碍。 但是中国仍然敦促与俄罗斯深化贸易关系,中国海关的数据,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数据在9月份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达到96亿美元,较8月份16%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在上个月上升了8%,达到115.3亿美元,较8月份3%增长有所提高。 中国海关的数据,双边贸易价值在9月份飙升至211.8亿美元,这是自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 俄罗斯已经转向中国寻求经济支持,并受益于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粮食的需求。 上个月,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导下,中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加深并变得更加坚实。 海关表示,中国最近宣布允许从没有非洲猪瘟的俄罗斯地区进口猪肉。 俄罗斯宗普京将于下周出席中国的一带路论坛。 这将是普京非常罕见的对国外的访问。 英国路透社稍稍报道,美国国会新任命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发布报告,美国必须做好可能同时与俄罗斯、中国发生战争的准备。 因此,美国需扩大常规军力,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以及推动核武现代化计划。 该委员会叫战略态势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正值美国与中国就台问题等关系紧张,以及美国与俄罗斯就俄乌战争关系恶化之际。 参与这份报告的是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拒绝回答该委员会所获得的情报,是否显示中俄两国在核武器上有合作。 不过,不愿据姓名的官员表示,我们担心最终他们之间可能会在某种方式进行协调,那将导致我们陷入两场战争的局面。 报告得出的结论,与美国现有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同。 后者认为应先赢得一场冲突,同时嚇阻另一方。 而报告的结论则意味着美国需要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尽管国会是否会支持尚存质疑。 报告的前言写道,我们的确意识到预算存在现实困难,但我们认为这是美国必须进行的投资。 该委员会副主席凯尔表示,总统和国会应向美国人民说明, 增加国防支出是避免与中俄发生异常可能的核战争所付出的相对较小的代价。 报告也与美国总统拜登的立场不一致,后者认为美国现有的核武库足以威慑中国核额斯。 倡议团体武器管制协会针对这份报告发表评论。 他说,目前美国军火库的构成仍超出对不同目标的威慑力,并嚇阻敌方核攻击必要规模。 战略态势委员会表示,美国及盟国必须做好准备,有能力同时嚇阻和攻击中俄两个对手。 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及价值观正受到中俄专制政权的威胁。 美国国会在2022年成立的由6名民主党人、6名共和党人组成的战略态势委员会, 以评估对美国的长期威胁,并对美国常规及合资武力提出建议。 上述145年的报告写道,中俄的威胁将在27年至35年之间凸显。 因此必须就是现在做出决策,以便让国家做好准备。 那么与同时,美国的媒体也证实,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第一批军援。 根据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约1000个集装箱、装备和弹药。 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五表示, 美国认为金正恩正在寻求以这些弹药来换取俄罗斯尖端武器技术, 推动朝鲜的军事和核能力。 白宫发布的卫星照片显示, 集装箱被装载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之上, 然后通过火车运往俄罗斯西南部。 这些集装箱是在9月7日至10月1日从朝鲜的罗金运往俄罗斯的杜奈。 科比说, 我们谴责朝鲜和俄罗斯提供这些军事装备, 它们将被用于袭击乌克兰的城市, 杀害乌克兰平民, 并进一步推进俄罗斯的非法战争。 科比普通说, 作为支持的回报, 我们评估朝鲜正在寻求俄罗斯军事援助, 包括战机、地对空导弹、装甲车、弹道导弹、 生产设备和其他材料以及其他现金技术。 美方指责朝鲜此前曾向俄罗斯提供弹药、炮弹、火箭弹。 朝鲜否认向莫斯科提供武器和装备。 卫星图像显示, 朝鲜与俄罗斯边境的铁路交通急剧增加, 截至10月5号的卫星图像捕捉到 窦满江铁路设施前所未有的巨大货运列车流量。 报称图像显示有73节货车车厢, 而回顾过去5年的卫星图像, 该设施最多只有过20个货车车厢出现。 金战上个月在普京会晤后, 呼吁成倍增加核武器生产, 并呼吁朝鲜在新冷战中与美国对抗的国家联盟中发挥更大作用。 朝中撤指金战恩是在为期两天的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9次会上发表上述言论。 这次会议修改了宪法, 将它扩大朝鲜后期计划的政策纳入其中。 朝鲜的官媒报道, 金战恩在与俄罗斯加深了与普京的同志般的友谊和友好关系。 金战恩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 这是他作为领导人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此之间,两国表示他们讨论了加强防务关系的问题, 但没有透露任何具体步骤。 外国专家猜测, 与西方对立的两国家正在推动达成武器转让交易,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这次俄罗斯执行的也是金战恩自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出发。 在此之间, 朝鲜对边境实施了长达三年多的严格管制。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冷热关系后, 俄斯和朝鲜在莫斯科于2022年全面进攻乌克兰之后, 走得更加近了。 同时, 正在中东上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 与盟国进行磋商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利巴进行了通话。 据美国国务院称, 两国外长讨论了乌克兰战场上最新态势, 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的承诺, 并继续向乌方提供捍卫其独立, 保护其人民所需的支持。 最后,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次带如此大规模的高层前往江西。 江西是什么? 江西实际上是革命老区, 当时是红军, 最早的苏区实际上就在江西。 那么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这次前往江西, 也是见普京之前, 在江西, 在革命老区, 红军的最早的根据地召开了最大一次的高层会议。 传达的信息其实也很简单。 中国未来和俄罗斯人合作会扩大, 而且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这种对抗也会逐渐升级。 中国也要做好准备, 包括中共的高层。 我觉得这次会议也传达一明确的信号。 首先, 在见普京之前, 中国实际上也要统一思想, 特别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国内实际上有不同的声音, 你知道共产党党内对台湾问题也有不同的想法。 面对美国的围堵, 我觉得中国现在态度也非常清晰。 美国希望围堵中国, 围堵俄罗斯。 中国只能是应战, 在台湾问题上做好武统的准备。 所以态度非常清晰。 我一直在说, 中国面对美国打台湾派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做武统的准备。 这是美国逼出来的, 不是中国选择战争, 而是美国将战争强加于中国。 美国就是要改变现状。 所以现在实际上, 中国和俄罗斯也在为台海就摊牌做准备。 俄罗斯这次访问中国, 首先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强调什么? 去美元化。 也就是俄罗斯未来, 它的很多能源上的交易将使用什么? 使用本币结算, 也就是说使用人民币或卢布结算。 这对中国来说, 实际上中国方面实际上会配合俄罗斯, 会使俄罗斯的这些能源逐渐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 也扩大人民币在与俄罗斯合作这些能源国家, 购买俄罗斯能源这些国家, 它本国的地位。 使用人民币也可以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那么可以就取代美元, 在一部分市场可以取代美元。 实际上这也是削弱美元的霸权。 所以俄罗斯未来是会寻求和中国扩大金融方面合作。 这次与普京一起访问中国, 还包括俄罗斯的银行界、金融界的高级代表, 也是俄罗斯最高层的金融代表团, 还有能源, 一个金融, 一个能源。 所以这次普京的代表团组成金融方面, 能源方面, 级别是非常高的。 另外一点, 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也在反击美国的中东铁路计划, 也就是联合以色列、约旦、沙特、欧洲, 特别是意大利推出一带一路后, 寻求和欧洲和美国搞中东铁路计划。 现在看巴以冲突, 巴以冲突没有十年结束不了, 美国所谓的美国版的一带路, 我看实际上很难开始, 很难开始, 因为只要战争一直存在, 以色列就不可能成为货物中转中心, 所以要看懂这个逻辑。 所以你看现在反而是中国加速在中亚地区推广一带路, 大兴土木修建什么? 修建铁路, 而像乌兹比克斯坦, 像哈萨克坦, 土耳其, 伊朗也要加入, 因为中国并不排他, 中国和穆斯林国家也有合作, 而反而向欧洲这些国家排除了穆斯林国家, 那么这样实际上不是合作, 是对抗, 那这样的话反而让一带路凸显出, 他没有意识形态, 他实际上是为了联合欧亚大陆, 这也是中国我觉得能够在国际上推广中国的一带路的一个优势, 西方实际上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 必须在他的所谓十字军, 十字架下面, 你才能推广他的所谓的中东铁路政策, 但是现在来看呢, 你看很多的包括伊朗啊, 土耳其被边缘化, 他们就不高兴, 那我呢就寻求和中国合作, 加入中国的一带路, 而且俄罗斯这次普京访问中国也会, 把俄罗斯的这个中亚政策啊, 包括俄罗斯的这个欧亚大陆, 欧亚政策, 与中国的一带路将结合来合作, 那这样就扩大了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 那军事上呢, 你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和中国也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 美国现在利用菲律宾, 菲律宾呢, 是马仔啊, 因为菲律宾实力很弱啊, 菲律宾这个国家呢, 怎么说呢, 它实力很弱啊, 它需要什么, 需要美国的支持, 那么就愿意当美国的马仔, 但是实力又非常弱, 它现在呢, 实际上呢, 就是耍无赖啊, 在南海耍无赖, 挑衅中国, 但是呢, 想要孤立中国, 俄罗斯现在出现在南海, 那你菲律宾和美国怎么想呢, 就原来说这个中国是, 是南海地区的这个麻烦制造者, 但是实际上现在俄罗斯也进入南海, 而且俄罗斯和中国还联合演习, 你菲律宾怎么说呢, 你不能说, 对吧, 你中国俄罗斯都是无赖, 那这样菲律宾和俄罗斯关系会恶化, 所以你看, 俄罗斯它的影响力进到南海以后, 反而呢, 会化解美国和菲律宾, 希望孤立中国, 希望联合这些东盟国家, 东南亚国家一起孤立中国这个想法, 因为有了俄罗斯, 东南亚国家就不好说什么, 那俄罗斯首先呢, 它和中国这个结盟, 也可以说这种合作无上限的关系, 所有人其实看得很清楚, 对吧, 你想孤立中国, 那俄罗斯, 你怎么看俄罗斯, 对吧, 你怎么对待俄罗斯, 在南海你还会配合着美国吗, 所以他想在南海跟中国耍无赖, 那中国拉一个人进来, 你说我欺负你, 那不能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欺负你, 也没有敢, 没有国家敢这么说, 所以实际上就化解了菲律宾, 他这种耍无赖的情况, 在南海, 菲律宾现在一直跟着美国, 那现在俄罗斯进了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 菲律宾都要老实一些, 另外在越南方向, 俄罗斯方面和越南的合作也会扩大, 所以可以看未来南海会更加复杂, 但实际上美国想把中国孤立就不可能了, 我觉得这对实际上化解美国在南海, 它这个战略也是有利的, 那美国呢, 现在想和中国啊, 俄罗斯打, 同时打两场战争, 但是现在来看呢, 不光是两场, 还有第三场, 就是朝鲜, 为什么呢, 实际上中国和朝鲜啊, 有这个中朝友好条约, 1950年以后呢, 朝鲜战争, 结束以后, 58年结束以后, 实际上中朝就正式签署, 同盟条约了, 这个同盟条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 结盟条约, 是与朝鲜结盟, 朝鲜呢, 也是唯一的, 结盟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结盟什么意思呢, 就是双方任何一个国家遭到外敌, 入侵, 袭击, 另一方会无条件出兵帮助, 那你看这个逻辑啊, 如果在台海方向, 中国和美军打起来, 解放军和美军打起来, 那么朝鲜, 他必须无条件支持中国, 出兵, 朝鲜出兵台海, 我觉得朝鲜呢, 他不会直接啊, 在台海发动这个武力的袭击, 朝鲜会在朝鲜半岛, 会攻击韩国和美军基地, 那这样的话, 朝鲜战争会爆发, 朝鲜战争爆发的话, 实际上呢, 你看整个东北亚局势就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美国在整个东北亚, 他的整体实力会受到影响, 二战结束以后, 美军在朝鲜半岛存在, 可能被终结, 那这样的话, 美国他不是说和中国俄罗斯要打, 同时打世界大战, 而是要和朝鲜, 中国俄罗斯, 甚至包括伊朗, 甚至包括伊朗, 还有中东一些反对以色列, 反对美国一些力量, 政治力量, 要打这个世界大战, 那么实际上美国, 昂鲁萨克逊, 他整个的对欧亚大陆二战的整个体系, 可能会坍塌, 美元的价值, 那就不是现在你认为的, 这个价值, 美元的价值可能会被削弱, 那这样很简单, 你现在你一个美元, 你一个美元, 你可以买一个面包, 那过去呢, 你实际上美元升值的话, 你这个购买力越来越强, 二战秩序让美国, 薅全世界羊毛, 养了很多美国那个懒人, 那现在如果美元的价值在缩水, 一个美元只能买半个面包, 买半个面包, 那你可以想象, 美国没有了霸权以后, 美元的价值在缩水, 那怎么办, 那美国还有没有能力统治这个世界, 没有金钱, 这个美军的战斗能力, 还有没有这个现代这个水平, 所以可以看, 你从大的角度来看, 美国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俄乌战争推倒的一个多米的骨牌, 就是中国和俄斯, 联合这些世界所有的国家, 所有国家, 对美国不满的, 对现在世界体系不满的国家, 一起来反抗美元霸权, 反抗昂鲁萨克逊, 西方现有的这个世界体系, 那想维护这个体系呢, 美国就得找中国和俄罗斯, 你看又回到这个原点了, 你不和我中国和俄罗斯来谈, 那这个体系就是面临崩溃, 你美国谈不谈, 谈的话, 我俄罗斯和中国, 我们两个国家, 在台问题上, 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 利益, 你美国势必要保护, 如果不保护, 咱就推翻它, 要保护, 咱们一起维护这个世界秩序, 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实际上有一些, 一些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要牺牲掉, 被美国抛弃, 包括台湾, 包括乌克兰, 乌克兰最终被肢解, 而台湾最后会回归中国, 这就是未来要发生的, 所以你要看到现在美国, 其实意识到了, 是要维持现在这个秩序, 还是要推翻它, 我觉得美国人不傻, 一旦这个世界发生动荡, 美国能不能维持现在体系, 朝鲜曼岛它还能不能驻军, 在日本的美军, 现在就在日本这个美军, 能不能留在日本, 都是未知数, 那如果说服中国俄罗斯, 满足中国俄罗斯的利益, 可以维持这个二战秩序, 又是几十年, 五十年, 天下太平, 那实际上美国这个秩序又能维持五十年, 那个美元, 他又能买一个美元, 买一块面包, 对吧, 那实际上呢, 整个美元体系也要保护了, 所以实际上现在呢, 整个的格局来看, 美国现在要选择,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对以色列, 对中东现在出现危机, 美国也非常紧张,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中国在台湾体上立场是不会改的, 那么中国一定要守护台湾, 而且美国现在, 我觉得他现在实际上, 对台湾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是不敢轻易的和中国开战的, 因为超前半岛问题, 所以反而是中国在台湾体上, 有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在我看来, 中国在台湾体上, 现在越来越大胆的原因, 也就是美国和中国准备交易, 而且俄罗斯普京你可以看到, 这次访问中国就要和中国谈, 最后中俄一起来逼宫美国, 要满足我们两个国家的利益, 不满足, 那么咱们就翻转, 很简单, 你世界秩序, 对吧, 你联合国五个常理之国, 凭什么听你美国的, 维护你美国利益, 那我们俄罗斯和中国, 我们算什么呢, 你有核武器, 我们没有核武器, 那既然我们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满足自己的国家的统一国家的利益, 那我吗, 推翻现有体制吗, 不跟你美国一起玩了吗, 你美国自己, 你在发动战争和朝鲜打, 对吧, 和我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打, 咱们再重塑一下世界秩序嘛, 但那个世界秩序可能对你美国不利, 那你美国就要想了, 是继续维持现在这个秩序呢, 还是打一仗, 换来一个并不那么理想的世界秩序呢, 最后你实际上你还是要丢掉台湾, 还是要丢掉乌克兰, 为了台湾和乌克兰失去现在这个世界秩序, 失去现在美元的购买力, 美元可能到时候一个美元连半块面包都买不了, 那你美国这个账所有人都会算, 一定是抛弃台湾, 抛弃什么, 抛弃乌克兰嘛, 美国怎么会为这么这么两个地区, 为这么两个是不是与美国八杆打不着的地区, 牺牲掉美元霸权呢, 牺牲掉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所以大家看懂了未来发生的一切, 这次普京访问北京, 访问中国就是要谈这个事, 我觉得最后美国还是要和中国和俄罗斯来沟通, 要维持这个二战的秩序, 二战秩序,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二战的战胜国, 而且都拥有核武器, 所以美国必须和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来谈, 不满足我们两个的意见, 那么掌握世界秩序重新写, 打嘛, 又不是没打过, 重新写这个世界秩序, 写到满意为止, 倒是这个世界秩序对你美国有没有利, 你美国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我觉得在谈问题上, 中国现在实际上到了摊牌的世界, 中国在谈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 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你可以看俄罗斯现在, 全世界制裁, 俄罗斯还是坚持, 最后俄罗斯就会获得这些领土, 获得克里米亚, 获得乌冬地区, 中国也是一样, 一定会完成国家统一, 我是支持欧亚大陆崛起的, 欧亚大陆要崛起, 首先就是中国要完成国家统一, 收复台湾, 这是欧亚大陆崛起的标志事件, 欧亚大陆崛起, 美国也无法阻挡, 美国必须适应, 美国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延缓中国和俄罗斯, 在欧亚大陆扩张这个速度, 但是最终无法阻止, 美国任何办法都无法阻止, 特别是欧亚大陆非常复杂的宗教, 还有地缘政治关系, 美国现在也控制不了, 美国没有那个实力了已经, 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如果不配合美国的话, 美国想控制整个欧亚大陆, 想控制整个世界局势, 会非常困难, 不要说和中国俄罗斯打, 和朝鲜和伊朗打, 我觉得美国的国力都会被完全消耗掉, 你可以看看当时那个越南战争, 越战, 越战的时候你看看美国, 失业率, 美国街头, 吸毒的卖银子, 你看看, 越战一个越南就已经消耗美国了, 更别说和什么朝鲜, 伊朗再打, 再和中俄一起打,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美国回到什么时候了, 美国回到二战之前那个年代了, 不要开玩笑, 有核武器国家是不会直接打的, 所以台湾一定要清楚, 美国最后一定是出卖你的, 现在想保护你, 安抚你, 把你当成个棋子, 准备把你交易之前, 把这个价码要得高高的, 但是最后还是要交易你, 中国一定要做好武统的准备, 完成国家的统一, 实现欧亚大陆的复兴。